它被称为澳大利亚最知名的狗狗,它叫红犬,由于务实毒耳,所有人围着它忙前忙后,警察,酒保,兽医都为它揪心,它为什么有如此待遇,故事还得从十年前说起。 热浪奔腾的马路上,这条棕红色的狗狗静止蹲在大马路中央,面对吉尺二国的汽车,它纹丝不动,一对过往的夫妻不得不停车查看究竟,可红犬没有丝毫犹豫,就像是两人的好友一般搭上了顺风车,它毫不掩饰自己,上车就是一个臭屁。 车上的小两口有苦难言,而红犬却一脸无辜,它们开往了小镇丹皮尔,从此红犬开始了自己传奇的一生。 70年代的澳大利亚是无数人的淘金地,天南海北的人来到钢铁小镇丹皮尔,它们为钱而来,为钱疯狂,整天在酒吧里发泄自我,要么灯红酒绿,要么大打出手。 除了女人,它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,出来乍到的红犬默然地看着一切,在他眼里,这群人入不了自己的狗眼,自己也不会拿正眼瞧他们。 即便如此,红犬的到来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这群矿工,背景离乡的男人们或许需要一份慰藉,红犬的出现似乎弥补了这些,他会主动倾听男人的心声,陪着孤独的男人去海边钓鱼, 或许他听不懂男人的叙叙叨叨,但他绝对是一个优秀的听众,起码他不会像其他人一样厌烦。 不过红犬并非从一而终,他没有固定的主人,哪怕他曾倾听孤独男的唠叨,吃过唠叨男的香肠,可转天他就对别的男人投怀送抱。 两个老男人差点为此大打出手,他们打算争夺红犬主人的角色,甚至打算让红犬自己做出选择。 可尴尬的是,此时的红犬已经在别的男人怀里撒娇,大家终于意识到一点,红犬属于这里的每一个人,他和每一个人都很亲热,但他不属于任何人。 这里的矿工甚至安排他加入了工会,地位仅次于工会执行,可以说红犬达到了狗山巅峰。 接下来的日子,红犬和工人们的生活有声有色,直到一个男人的出现,他叫约翰,是一名骑行者,他放荡不计爱自由,从来不会在一个地方久住。 约翰来到矿工小镇,干起来大巴车司机,看到红犬蹲在大马路上不避车辆,甚至直接上车扬长而去,约翰震惊了,这是一只什么样的狗。 身后的矿工笑嘻嘻地告诉他,红犬在搭乘顺风车,并且直上他喜欢人的车,所有人对他来者不拒。 约翰感到震惊,直到一天,红犬坐上了约翰的小摩托,这次他失算了,约翰拒绝了他的搭车。 一脚油门只留下红犬独自发呆。 这个世界有些奇怪,从来不被拒绝的红犬被拒绝了,以前是他选人,现在是人选狗了。 约翰甚至拒绝了他搭乘大巴车的要求,红犬有些委屈,他装作委屈地出现在约翰面前,可约翰却说别装可怜了。 入夜酒吧里,矿工正在进行赌博,不过他们的赌博内容却是红犬的进食速度。 或许是一时上头,他们竟然想要让红犬吃下活鸡,这会让他身处险境。 红犬有些不情愿,但他无力拒绝。 看到约翰出现,他的嗓子里发出低鸣。 为了救他,约翰不惜和胡子男大打出手。 而更让人震惊的是,红犬也对胡子男呲牙咧嘴,这是他第一次表现出敌意。 所有人目瞪口呆,红犬竟然认可了约翰。 在众人诧异的目睹下,约翰带着红犬离开。 他们明白,红犬有了自己真正的主人,而他也如愿搭上了约翰的大巴车。 自此他不再是一个人了。 一天,小镇上的瓶颈再次被打破,一个叫南希的女孩出现了,她是矿上的新任秘书。 当她踏上大巴车的那一刻,所有男人的目光都被吸引,他们甚至见缝插针地抿了抿自己的胡子。 每个人都渴望女孩坐在自己身边,不过南希选来选去,竟然坐在了红犬身边。 红犬对她并不友好,她试图让女孩远离自己。 有点恼怒的南希竟然对她一顿教育,让人震惊的是,红犬竟然接纳了女孩坐在自己身边。 不光是其他的矿工,南希的到来也让约翰春心荡漾。 看着女孩搅好的面容和身材,约翰发起了追求。 他想带女孩看汽车电影,当然在此之前,他需要把红犬委托给他人照料。 在他看来,红犬有些妒忌女孩的出现了。 当然,约翰有些所托非人,胡子大叔有些一桩皮,他甚至想给红犬织个鞋套。 红犬显然有些反感,他趁机溜走想去找约翰。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,此时的约翰正在和南希在狭展的车厢里你浓我浓。 眼看两人要进一步加深感情,红犬再次出现,这份美好被打破。 约翰并不想自己的感情系里融入太多狗狗元素,他把红犬委托给大叔,自己带着南希去海边漫步。 这次红犬没有出现,月光下的海滩,约翰和南希热吻,可一叫醒来,红犬再次出现在两人的窗外。 他有些吃醋,不过他似乎也默默接受了这个事实,约翰和南希似乎已经无法分开了。 当然,闲暇之际,红犬还不忘去挑衅一下当地的红猫,可强龙不压地头蛇,红犬被猫主人来了一枪。 闻讯赶来的约翰紧急带红犬去找兽医,很幸运,红犬并无大碍,几个小时后他恢复了。 而小胡子南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爱情,他对小护士一见钟情,并主动承担起来了接送红犬后续治疗的工作。 哪怕红犬已经康复如初,哪怕红犬都不想再去诊所,小胡子还是费尽心机地带他去检查,直到他鼓足勇气约心爱的姑娘约会。 在红犬的帮助下,他找到了自己的爱情。 其实在这里,红犬跟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,或温馨或低调,他在不经意间抚平人的创伤。 冷酷男总是寡言少语,每天借酒消愁,他似乎都没有真正笑过。 一天大醉一场后,他穿着红内裤静止走向大海,他想要吸引鲨鱼趁机自杀。 远处的人群并没有意识到他,可当他看到岸边红犬偷偷带走肉块时,他大声地笑了出来。 而他不知道的是,鲨鱼正在他的身后。 赶来的红犬带来了肉块,鲨鱼被吸引走了。 他很聪明,直到用肉块吸引鲨鱼,冷酷男得救了。 从此他不再消沉,而红犬的主人约翰也终于决定在此地安家。 在一个夜晚的聚会上,他跟心爱的姑娘南希表白了。 在众人的见证下,两人甜蜜拥吻,红犬见证了主人约翰的幸福时刻。 可天有不测风云,谁也不会想到,迎着朝阳,约翰出事了。 他没有出现在单位,赶来的同事发现了现场,约翰死了。 为了躲开一只野兔,他和心爱的摩托车粉身碎骨。 此时的红犬还在当晚的聚会现场,眼前是残留的场景。 他一动不动,在那里他整整等待了三个星期。 因为约翰留给他最后的话是,待在这里,我明天就回来。 他静静地坐在那里,直到有一天,他明白约翰不再回来。 他决定自己去找约翰。 来到工地,酒吧,盐厂,超市,他仰起头,眼巴巴地望着人们。 红犬似乎在问,你们见过约翰吗? 但他失望了,他没有找到约翰。 可红犬并没有放弃,他自己漫无目的地寻找。 搭上顺风车,就像一开始的那样。 白天黑夜,春夏秋冬,他想要寻找自己的主人约翰。 他不停地跑,不停地寻找,就像是失去了心爱的人。 几年间,他从未放弃。 他甚至踏上飞机,登上货轮,他甚至来到了日本。 为了寻找约翰,他四处游荡,足迹遍布整个澳大利亚。 终于有一天,他意识到是时候回家了。 他回到了南西身边,他知道这是约翰曾经爱过的女孩。 可当红犬知道南西有了新的交往对象后,他还是有些不满。 他发出了几声嘀吼,他面临被停车场老两口驱逐的风险。 此时的南西和矿工们团结在了一起,他们找上门来,示威红犬寻找一席之地。 他们成功了,红犬有了立足之地,并且有了自己的名牌。 当然,红犬还有自己的事情要解决,他要跟红猫对决,这是他赢回尊严的一战。 所有人都赶来助战,众目睽睽之下,一猫一狗激情对决,犹如风卷残云一般。 红犬赢得了对决,红猫被他赶到了树上。 但让人意外的是,最终一猫一狗成了好朋友。 或许是惺惺相惜,或许是同病相怜,红犬有了自己的小伙伴。 矿工们感动于红犬的故事,感动于他的忠诚,感动于他的宽容。 他们决定在小镇为他塑造铜像,而发表这番慷慨陈词的正是昔日沉默寡言的冷酷歌。 矿工们放声歌唱,红犬默默地看着一切,他的眼睛里渐渐模糊, 正当大家为他庆祝时,红犬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酒吧。 岁月的痕迹让他步履蹒跚,或许他已经感到自己时日不多, 他的眼角已经渐渐合拢,他知道自己就要离开了。 而当人们找到他的时候,他已经默默地趴在了约翰的墓前。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选择和主人待在一起,这是他的归宿。 男人脱下衣服盖在他的身上,红犬回家了。 温馨的故事,忠诚的红犬,不论何时,我们终究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。 无论是矿工还是狗狗,他们最终都有了自己的目标和蹊迹。 温馨的故事 温馨的故事